HAM christ秀 大家好 我是 bran 今天我要教大家怎麼做模組 怎麼裝模組 首先去google 尋找forge 然後看到 videos 就點下去 然後看你的模組是版本多少的 那我這邊模組是版本1.6.4 然後我就按1.6.4 然後按Installer 跟它跑一下 然後先打...按保留 這裡...這個按保留 然後我們先打開Minecraft的資料夾 然後按Version 你會看到這邊就1.8的TMI 呃... 喔不是...這是我裝的 所以你要先去打開Minecraft 開你要的... 你要裝模組的Version 我要裝的是1.6.4 我就用...我就... 先開1.6.4的Minecraft 先把它打好一下喔 它現在在下載 然後打開你就可以按離開遊戲 只是...我們只是打開為了把那個檔案先下載下來 然後這邊你就會再看到一個資料夾 就是你的Version的資料夾 然後...剛剛...把剛剛的...Forge下載的東西打開 然後它會說... Install Silent 就是...下載到本機 然後...或是... Install to Server 就是下載你的... 下載到你的伺服器 這個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那我們按這個 Install這個 它寫Successful 就是代表成功了 然後你會看到你的資料夾又多了一個... 你的Minecraft資料夾又多了一個資料夾 然後你的Minecraft也... 也會再多一個資料夾 你要先把那個Minecraft執行一下 點選那個1.6.4的Forge 它現在又開始下載了 然後...它就會跳出這個... 頁面 然後按離開遊戲 只是你就會發現的Minecraft資料夾 多一個... 資料夾 叫Mods MODX 然後就點進去 把你要裝的模組放進去 那我想裝... 火車模組 我就把火車模組的檔案放進去 然後再把Minecraft打開 執行Minecraft1.6.4Forge的版本 然後你會發現這裡多了一個... 原本3變4 然後4個MODX 然後新增一個世界 這叫... ABC好了 然後創造 然後打開你的背包 會發現這裡又多了一個... 東西可以選去 然後這... 這就是我剛剛... 安裝模組 然後你就可以... 使用它囉 是不是很簡單呢 那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可以按個喜歡 如果想隨時追蹤我影片動態可以按個訂閱 如果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掰掰